那么另外有些新的东西跟各位介绍一下 有时候你对这个东西如果很有兴趣 但是有时候你很想学习 可是老师不在旁边 老师没有办法教你的时候怎么自学 各位同学我们之前老师都有教过 Google 对不对 所以通常我们会自己去Google搜寻相关的知识或影片去学习 那我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 最近AI的发展越来越进步 然后Beam这个浏览器就是微软的浏览器 它融入了GPT4的AI的引擎 这个东西很厉害 不但以前我们自己Google的时候 还要自己去看里面的文章 自己整理自己分析 然后不够的话还要再看下一篇文章 会耗时很久 那么现在有了病之后呢 这个AI的搜寻引擎 会帮我们做很好的统整 让我们学习更加的方便 那老师这边简单的做个示范 你把那个微软的浏览器打开之后 那当然这个要先注册 先去注册一下 你可以打newbin 打newbin 找到这个newbin newbin的这个网站之后 你要去加入 立即聊天 然后会他会叫你排队 那排队之后呢 他这边会叫你登陆微软的账号 你可以直接申请一个微软的账号 申请好之后 他就会帮你转到 这个浏览器打开之后呢 他的右上角 右上角这边会多了一个bin 你就可以把这个newbin打开 他会多了一个聊天视窗 或者是你在你的浏览器里面 你直接往上 滑鼠的滚轮往上滚 也可以到newbin里面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AI 有多厉害 老师直接示范给你看 好 那他有三个选项 你可以选一下 你想要更有创意的回答 就选这一个 或者你想要 比较准 精确或准确的 就选这一个 那你想要问比较复杂的问题 就选这一个 那我个人老师比较喜欢有创意的灵感 所以我就点这一个 那以后他回答呢 就会用这个方式去回答你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问他任何问题 那手机也有APP 请问 PWM是什么东西 直接送出 假设你对这个问题不懂 那你就问他 然后他就会直接跟你解释 那他的好处是他会帮你整理所有的知识 你不用像以前Google这样一个一个去搜寻 然后一篇一篇文章看 那当然他有时候他解释的你可能看不懂 看不太懂 因为他会用蛮专业的术语去跟你说 那这时候呢 没有关系 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跟你聊天的一个机器人 他是用自然语言写的 那也就是说他对讲话这件事情他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问他 请你用国小五年级的程度来说明 然后他就会用国小五年级的程度去说明这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比较容易看得懂 他真的很厉害 所以任何 甚至还会做比喻 你看你知道什么叫类比讯号吗 就像是水龙头的水流一样 可以连续变化的讯号 比如说声音光线湿度 那麦坡就像一个开关 他只有两种状态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跟各位讲的 不是开就是关 那个是属于数位型 那PWM是类比讯号变成麦坡 所以他就是可以把比如说温度几度 把它变成一个麦坡的方式去控制开关 控制功率控制开关 控制电力的大小 所以我想要把自然灯调得更暗 我就可以用麦坡的方式让他快速的闪烁 但是这个闪烁呢 你的眼睛看不出来 因为他闪动的次数太快 但是因为闪烁的频率的总和 就是功率的控制就会让你的眼睛觉得他比较暗 或比较亮 所以这样就更容易理解 那如果你还觉得还不够 我们再继续问他 你可不可以举出五个生活上面的例子 让我更容易了解 如果你还是不是很了解 那就让他多举一点例子 他真的非常的聪明 你看他就举了电风扇 你可以控制转速对不对 LED灯可以控制亮度 电子琴可以产生不同的音高 电动车可以控制速度 可以快一点 可以慢一点 可以骑到30 可以骑到50 可以80飙车 太阳能发电 输出的电压也可以控制 所以他可以用不同的例子来跟你做 来教你怎么去使用他 好 所以这是一个使用病的GPT4引擎的这个方式来帮助你学习 所以问他什么都可以 哪一个领域 哪一个哪一个你要学的部分 甚至是你有不了解的问题 都可以 或者是说你学习上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 或者为什么大人对你生气 他想表示什么 你怎么样可以让你的心情更好 或者是你想要这个圆游会 好想要做 想要弄一个摊位活动的摊位 但是你不知道要弄什么游戏 你都可以他都可以给你很多建议 好非常的方便 各位有空可以试试看 他等于是一个很厉害的专业的老师 可以陪伴着你 所以即使你们老师不在你都可以自学 鼓励各位可以试试看